欢迎来到明安追踪 今天我们讲一起跟出租车有关的案子 说起出租车就不得不提到滴滴和Uber 作为目前最火热的共享经济模式 以他们为代表的新型出租车公司 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 就把传统垄断的出租车行业搅得天翻地覆 人们的出行变得更方便也更便宜了 但是与此同时相应的法律法规却并没有完善 所以我们也会经常在新闻上看到各种各样的悲剧 我们今天的案件非常特别 一位即将毕业的大学女孩 在等Uber的时候认错了车 让一个假的Uber司机把她接走了 那么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话不多说 一起来吧 在遥远的美国有一个遥远的小镇 小镇的名字叫普林斯顿 普林斯顿位于新泽西州 人口大约三万人左右 距离纽约只有一个小时的车程 著名的普林斯顿大学就位于此地 在小镇上住着约瑟夫森一家四口 包括父亲西莫 母亲马西 大女儿萨曼莎 和小女儿雪梨 姐妹两人在家人的照顾下 愉快地成长着 在外人的眼里 这对姐妹花聪明漂亮 而且勤奋好学 热爱旅游 2015年 萨曼莎考入了南卡罗莱纳大学 主修政治学 热爱旅游的她 在大学期间 拜访了欧洲的多个城市 去过巴黎 去过马德里 并且作为交换学生 在巴塞罗那 完成了短期学习课程 返回了美国的萨曼莎 在2017年 结识了大学的高年级校友 格雷格 两人性格相投 很快就成了男女朋友 一年之后 2018年 格雷格大学毕业 她去到了自己的家乡 距离普林斯顿 两小时车程的 Mont Pleasant市 打算在那里 开始自己的工作 虽然两人相隔两地 但是还是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每天都用手机聊天 发信息 很是恩爱 时间来到了2019年3月 再过两个月 萨曼莎就可以毕业了 通过自己的努力 她毕业前 就已经拿到了 卓克索大学的 法学院录取通知书 附加全额奖学金 萨曼莎计划学习国际法 希望在毕业后 成为一名律师 2019年3月29号 萨曼莎当天 因为一些琐事 情绪随低落 她打电话 希望男友格雷格 晚上可以过来陪她 不巧的是 男友已经有了其他安排 没办法赶过来安慰她 她建议萨曼莎 和朋友们一起去酒吧 去聊聊天 散散先 萨曼莎也听从了男友的建议 在晚上12点多的时候 和朋友们一起来到了当地的 Bird Dog酒吧 该酒吧距离大学不远 酒水也比较便宜 附近的大学生们都爱来这里 凌晨2点的时候 玩得有些疲惫的 萨曼莎决定回家 她一边通过手机和男友 格雷格聊天 一边订了Uber出租车 这里需要说明下 为了安全考虑 格雷格和萨曼莎 在手机上都安装了一款名叫 简单定位家人和朋友的软件 该软件可以实时定位 和自己聊天的人 在年轻人中很是流行 所以聊天的时候 远在两个小时车程之外的 格雷格 可以清楚地看到自己女友的位置 然而这个软件 也成了她之后 挥之不去的噩梦 监控显示 在凌晨2点06分 萨曼莎站在了酒吧外 和男友格雷格通了电话 此时的她已经叫了Uber 心系的男友格雷格 不放心她的安全 一直在电话里陪着她 说等到她安全到家 自己才去休息 五分钟后 在凌晨2点11分 一辆黑色的雪佛来轿车 停在了萨曼莎身边 还没等车停稳 萨曼莎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车门 钻了进去 然而很快 在另一个城市的格雷格 就发现事情有些不对劲 萨曼莎的住所 是在酒吧的北部 但是软件却显示 萨曼莎一直往东南走 格雷格于是打了电话过去 想要问一下萨曼莎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但是电话 无人接听 发了信息 也显示对方未读 着急的他于是发了好几次视频请求 但是萨曼莎那边始终没有反应 格雷格于是又打了电话给他的室友 室友说萨曼莎并未回来 两人开始担心起来 打算打电话报警 但是随后两人一想 萨曼莎晚上喝了不少酒 可能是跟其他朋友一起坐的Uber 去了朋友家睡也说不定 而他的手机 多半可能是落在出租车上了 第二天一早 格雷格打了电话给萨曼莎上班的地方 这是一家主营汉堡和烤肉的餐厅 餐厅经理表示 萨曼莎虽然今天有早班 但是他并未出现 也没有请假 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格雷格 于是立刻驱车赶来 在问遍了萨曼莎的朋友们后 没有人表示过有他的消息 一行人于是来到了酒吧 在酒吧的监控里 他们看到了萨曼莎 被一款2017款的黑色雪佛兰接走 在下午两点左右 一行人带着酒吧监控录像 来到了警局报案 令他们惊讶的是 警察们表示 他们刚刚已经找到了萨曼莎 一位猎人在距离酒吧 东南方65英里远的仙西安 发现了已经离世的萨曼莎 法医鉴定显示 这位年轻的女孩 右手被刀刺穿 表示她曾做过激烈的反抗 她的全身有多达120处伤口 离世的原因是失血过多 更让格雷格难过的是 她已经意识到通过手机 自己牵眼目睹了心爱的女友 最痛苦最绝望的一段旅程 萨曼莎案件的调查 进展的异常顺利 通过调取监控 警方发现 接走萨曼莎的车子 并不是她订的Uber 早在20多分钟前 这辆车就已经在附近来回转悠了 萨曼莎在上这辆车之前 也试着进去另外一辆车 但是显然她弄错了 在看到萨曼莎一个人在等车后 这辆黑色轿车立刻在附近掉头 把车开到了萨曼莎身边 萨曼莎于是毫无戒备的上了车 虽然监控里看不清车牌号 但是警方立刻派出了大量警员巡逻 寻找类似的可疑车辆 没多久 他们就有了收获 案发的第二天 也就是3月30号 在凌晨3点23分的时候 一名巡逻的警察发现了疑似案件里的黑色雪佛兰 他跟了上去 并且叫停了这辆车 什么东西 Moser 你一样的 我向你局面向你 我超红士丐崛罗zona 没有你关注车的罗目 我跟上哪裏 我现在是洒浪 我现在是卍物去1047 我现在是卍物去1048 被罗守 我现在是卍物去1048 我会跟上哪裏 她是在老时候 我会在买 好 你们有一个人 估过早安 慢慢的 算了 我去拿铲子 我來桿子 我去拿铲子 我來拿铲子 我來拿铲子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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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铲子 我來 他離開 我來 我去 跟她 我会停止了 我会在黑色衣服上的黑色衣服 我会在黑色衣服的黑色衣服 跑了没两分钟 警方就把这个家伙逮了回来 他就是10年24岁的纳桑尼尔·罗兰德 纳桑尼尔毕业于East Clarendon高中 喜欢篮球的他是高中的篮球队队长 高中毕业后的纳桑尼尔 在联邦快递找了一份工作 辞职之后又去了一家污水处理公司 不过很快这个家伙开始不务正业了 他辞掉了工作 每天跟一些混混出去开车闲逛 而且很快又开始服用一些违禁品 2018年11月 纳桑尼尔和另外一个地皮一起 在一个十字路口抢劫了一名女子 胁迫他把车开去了一个ATM 在抢了钱之后两人还不满足 于是又让他开车去了女人的家里 搜刮了一些财物 其中包括了一台PS4游戏机 两人随后把抢劫来的财物 卖去了当地的一家当铺 通过当铺提供的信息 警方没费件就找到了纳桑尼尔 把他逮捕入狱 但是由于抢劫的财物 价值少于2000美元 没多久他就被放了出来 所以说纳桑尼尔和萨曼莎 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一个毫无前途 每天混日子 一个前途无量 计划着当律师 当他们的命运被绑在一起的时候 悲剧发生了 纳桑尼尔表示 那辆车的确是自己的 但是却否认自己和萨曼莎一案 有任何联系 不过对于他的说辞 警方嗤之以鼻 因为在纳桑尼尔的车上 健身人员发现了大量的血迹 通过检测和萨曼莎的吻合 在车里 警方也发现了萨曼莎的手机 以及大量的清洁用品 在纳桑尼尔的女朋友 玛瑞亚的家里 警方发现了个带血的双刃刀 一只袜子 一张带血的床单 以及更多的清洁用品 所有的上述物品上 都带有萨曼莎的血迹 玛瑞亚表示 自己看到过纳桑尼尔 清洁车里的血迹 询问的时候 纳桑尼尔让他别管闲事 而通过手机信号塔的定位 警方发现在案发时间段内 纳桑尼尔的手机 和萨曼莎的手机 一直是在一起随行的 加上法医发现 萨曼莎的手指甲里 有纳桑尼尔的DNA 种种铁证加在一起 实在是不容 他有任何狡辩的余地 不过纳桑尼尔的家人 可不这么想 在他们的眼中 自己的乖儿子 是被人冤枉的 他很好的年纳桑尼尔 我认询了 我认询了他认询了 那不是他,我敢爲他,他不是他 他说那是他 我会说他 他在家里面的环节 他確保有钱 他识了他 他不懂得有钱 他走出了 他选择他 他找了車子,開了門,看到他的鈴鐺,看到所有血液在車子裡 然後我知道,他告訴我妻子他沒做的 然後我知道妻子沒騙到那些事情 所以我超過他100% 我的兒子是瘋狂的,我從心中知道這對父母愛子心切 儘管不肯承認事實,但心裡也遭受著煎熬 同樣遭受煎熬的,還有受害著薩曼莎的父母,以及深愛他的男友 案發的一年後,2020年7月15日 薩曼莎的男友格雷格公開發文表示 這起案件對自己影響深遠,他已經決定改變職業方向 為此他考入了羅格斯大學法學院 希望畢業後做一個刑事犯罪領域的律師 案發的兩年後,2021年7月20日,納桑尼爾站在了被告席 檢方這邊請出了31位證人 包括給薩曼莎做法醫鑑定的托馬斯博士 這個刑有兩根刑,它是相對相對的 它是在頂部的尺寸 我看到的傷害是合適的 這是一種武器 你看這件事,根據你29年為了科醫科科醫師 你有意見到這武器嗎? 是的,這兩種刑是做的 這刑有兩種刑的腳 它會被捕成這樣 檢方在法庭上展示了盡控錄像 表明了在案發的25分鐘前 納桑尼爾就已經在酒吧附近開車转悠了 他看到了薩曼莎在等車 於是掉頭,假裝Uber司機接走了他 在殺害薩曼莎之後 納桑尼爾拿著他的銀行卡 分別在兩處不同的ATM前嘗試著踢款 納桑尼爾全身包裹著 在監控下看不清他的臉 不過在嘗試了9次踢款之後 一分錢沒拿出的納桑尼爾放棄了 由於該案件證據實在太過充分 陪審團在編論了一個多小時後 就做出了有罪判決 法官Clifton Newman表示 為了錢 納桑尼爾給一個手無寸鐵的女孩 造成了120束傷口 把她打得體無完膚 該案件是她做法官30多年來 最殘忍的案件 而納桑尼爾則全程面無表情 全無回憶 在判決下達前 辯方這邊希望納桑尼爾的母親 做最後的陳述 希望法官可以在量刑的時候 給他的兒子寬大處理 Clifton法官在庭審的時候就表示 寬大處理從來就不在我的DNA裡 而且多次毫不留情地 打斷其母親的袒護和辯解 市民警官在庭寫的女孩 this is a young man who went through high school, college, played ball, acted in his church, never had anything against him. Now I know as a mother, and a mother knows her child, I know my son didn't do this. I know. How do you know that? Sir? How do you know that? By the way I raised him. Pardon? By the way I raised him. When you're a mother, and you're a truly good mother, and you raised your child in the right way, you would know when that child had done something or did something right or wrong. I can't. I can't. And I know he didn't do this. I'm not going to hear any claim of what he did or didn't do. He's guilty of murder. He's guilty of kidnapping. He's guilty of possession of a weapon during the commission of a violent crime. And if you had any testimony that you wanted to give for the jury to consider, the trial was the time to do that. I'm not listening to any claim of what he did not do. You are not a witness. But he's a loving child. He's a good person. Very respected. And respected us. Thank you. 最终法官判决,那桑尼尔无期徒刑,不得假释。桑曼莎的父亲西莫在判决后,流下了伤心的泪水。 Do I tell you that this is real, has this really affected me? Do I really share with you my deepest and secret, my deepest and secrets? Do I tell you that I've complicated suicide? So, several times over the past 28 months. 这起纳桑尼尔的假Uber案件,引发了人们关于安全方面的广泛讨论。 2019年6月,南卡州颁布了以萨曼莎命名的安全法案。 要求Uber车辆必须在车子前后面都贴上明显的Uber标志。 在车内的乘客座位前方以及手机软件里,都必须提供Uber司机的照片、名字和车牌号。 同时也建议乘客在上车之前向司机询问自己的名字,以确保自己的安全。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不论法律法规再怎么完善,我们都必须要有安全防范意识。 回想起萨曼莎等车的那一幕,她在坐上纳桑尼尔的车之前,已经认错过一辆车了。 这或许是上天给她的最后一次机会。 如果她当时在上纳桑尼尔的车前至少沟通一下,确认一下,或许就可以意识到这不是她订的Uber,也就可以躲过一劫。 她缺乏的安全意识,最终也让她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萨曼莎的父母之后创立了What's my name基金会。 把女儿萨曼莎的故事放在首页,帮助和提醒那些缺乏安全意识的人们。 危险永远都是尽在支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盎